眼见热火先尊的身影消失不见 留在原地的几个人呢 脸上都是露出了几分笑意 韩丽一笑地说道 段道友 此事本就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 你实在不必如此 服了热火道友的雅信啊 段宇斋摆了摆手说道 不妨对意之道 本就属修心之举 如今我已失了心思 热火道友想来也看出来了 况且棋局形势我已记下 改日复盘之后 与他再战便是 说吧 段宇斋变一挥一袖 一道乌光闪过 把整个棋盘和棋罐收了起来 这时候 景阳上人又靠过来笑嘻嘻地问道 李道友啊 上次你说要酿上几坛火咸酒 不知啊 哈利文言哈哈一笑 火咸酒的丝味可不比你的绿胚酒啊 酿着起来没那么难 自然已经好了 哦 景阳上人文言略微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看看这 这绿胚酒啊 实际上还未完全酿成 差着几千年的火候 若是现在拿出来 实在有点抱天天物啊 知道知道 我知道 景阳道友不是那般小气的人 韩丽说完 大手一挥 一道光芒闪过 一个土黄色的酒坛子落在了景阳上人的脚边 景阳上人面色一喜 连忙抱起酒坛子 拍开泥风 轻轻嗅了一下 顿时满脸的沉醉 嗯 好酒 好酒啊 李道友啊 这一酒 怎么闻起来好像也是叫藏了数百年 可不像近日才酿制出来的呀 韩丽闻言笑道 招待朋友的酒自然要拿最好的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你们今日可是有口福了 哦 原来如此 力道有大气 来来来 咱们先唱饮几杯 啊 哈哈哈哈 段宇栽和余子期 并不喜好这杯中之物 但是几个人难得意气相投 倒也喝得尽兴 日暮时分 韩丽兴尽晚归 告辞回到了洞府 竹林深处 一处山壁上 被开凿出一个洞府 距离其他几人的洞府颇远 此刻 洞府石门紧闭 上面闪动着如水的清光 大门两旁呢 站着两名金甲护卫 正是韩丽的盗兵 这两个盗兵看起来和以前大不相同 那个头长了小半 身上更浮现出不少螺旋状的奇异的花纹 散发出的气息呢 也大涨了几乎一倍 不仅如此啊 这两个盗兵眼中闪动着丝丝灵光 颇有几分灵动之意 看到韩丽返回 齐齐躬身 行了一礼 韩丽没有理会这两个盗兵 打开石门走了出去 身后的石门上青光连闪之后 自动关闭 洞府不大 中间是一个大厅 旁边呢 是几间密室 韩丽朝着左边两个紧闭的密室忘了一眼 那里面是魔光和谢道人在闭关 魔光虽然有虚言丹遮蔽煞气 但毕竟附身于一具真正的灰仙躯壳 不能说绝对万无一失 尤其是在城中的那段时日 便多次差点暴露 所以在来到野鹤谷之后 他这些年都待在洞府内 一步也没有离开过 谢道人自从来到黑山仙狱 不知为何 也突然开始闭关 极少出来 韩丽收回视线朝着里边走去 来到平时修炼的密室 盘膝坐下 目光看着眼前的虚空 漠然无语 自从和金童分开之后 我一路沿着那白袍男子所给的地图 使人避过了大多数危险的区域 小心翼翼地赶路 但是蛮荒之大 远超乎想象 变数实在太多了 仍然数度遭遇了几乎陨落的危机 若非我实力已经逼近太乙境界 又有时间法则护体 更有魔光这位 可以短时间发挥太乙境界实力的灰仙相助 恐怕结局 仍是极凶难料啊 路途之中 有这么一次 被树枝群居的太乙境雷兽 追杀了整整三年 这些雷兽顿速极快啊 还在韩力全速催动的碧率飞车之上 而且呢 还能施展类似雷光法阵的传送秘术 也不知道是为何紧追着韩力不放 韩力手段进出 也没能把他甩掉 最后只好啊 放开手脚和其大战一场 他和魔光联手 斩杀了两头为首的雷兽 这才将其他雷兽凶退 不过韩力呢 也是元气大伤 花了数年才恢复过来 还有一次 他误入了一处火山险地 被困在了一处天然生成的火焰 秘境之中 前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最后依靠金颜火鸟 吞噬万火的能力 才逃出升天 这一路上危险虽然多 但韩力收获也不小 路上获得的众多 蛮荒珍稀材料不说 沿途呢 他还混入一些异族内 偷学到了不少的秘术功法 授意匪浅 门口的盗兵啊 就是韩力用从蛮荒内的一个异族中学来的秘术 重新练之后的产物 若在平时 有这么多的收获 韩力定然是欣喜不已 不过此刻他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不知何时会再度降临的煞栓上 没有多少心思理会其他 静坐了片刻之后 韩力两手呼的开始掐绝 嗡的一声 他身前泛起一圈圈明亮的金光 朝着一处汇聚而去 金光一闪 树道金光凝聚成一个金色玉瓶 正是光阴净 光阴净 死瓶看起来比之前大了不少 几乎凝成十字 瓶身上闪动着数百团时间道文 一道道金色长红 在玉瓶周围环绕 散发出一股强烈的时间法则波动 这些年 我也曾结合真言宝伦的经验 尝试过 通过掌天平凝结时间精力 来设法增加光阴净屏上的时间道文 如我所料 果然行得痛 韩力把玩着光阴净屏一会儿 把他放在一旁 手中再次掐绝 一道道晶莹金光 从他身上泛起 朝着周围照射而去 韩力口中宋念咒语 两手虚空连点 这些金光顿时一变 化为一颗颗金色的沙粒 悬浮在周围 每一颗沙粒都绽放出淡淡的金光 其中夹杂着丝丝时间波动 金色沙粒增加得极快 不过几个呼吸间便形成了一片十几丈大小的金色沙粒 笼罩了大半个密室 金色沙粒之中流淌着一股极其特殊的法则之力 虚空中金光忽明忽暗闪烁不定 此起彼伏 给人一种眼花缭乱之感 而被这片沙地所笼罩的虚空 也产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 无论空气的流动 还是天地灵气涌动 都显得比外面快了许多 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韩粒由于仙窍中的煞气之故 修为停在金仙境巅峰不得寸进 但是为了以防万一 他这些年一直在苦修水眼四十诀和幻尘宝典 或许是他在时间法则上的天赋异禀 如今水眼四十诀一路高歌猛进修炼到第六卷 幻尘宝典又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 也能初步施展出幻尘沙海神通 随着韩粒丹首屈指一点 光音镜屏散发出金光猛的一亮 周围的金色长红 转动陡然增加不少 和下边的幻尘沙海隐隐有些呼应的样子 韩粒神似从容 双手再次掐绝 嗡的一声 他背后金光大放 一个金色圆轮浮现而出 滴溜溜旋转不已 正是真眼宝轮 宝轮上闪动着密密麻麻的时间到闻 比之前多出了许多 转动之间闪动着阵阵金芒 经过这些年通过时间经历的祭练 这真眼宝轮上的时间到闻已经增加到了720团 再次达到了极限 冲天金光从真眼宝轮上扩散开来 开始充斥了整个密室 三股金光分别从真眼宝轮 光阴静平和幻尘沙海中散发而出 焦香灰映 彼此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共鸣 虚空嗡嗡的轻颤 发出阵阵泛音轻唱之声 韩丽看着眼前的情景 并未露出什么惊异之色来 当年我夺得到了水眼四十诀和幻尘宝典之后 便发现了真眼画伦精隐隐有些联系 这三门世间功法似乎是出于同一门法觉 但或许是我未将三门功法都修至大成 如今还无法下碎中的结论呢 韩丽摇了摇头 把这些念头抛到一旁 缓缓闭上眼睛 口中开始颂念起咒语来 三股金光顿时同时闪动 并在催动之下 渐渐交织在了一起 三道迥异的时间法则 此刻也彼此交缠 自在尝试着彼此融合 但这三股金光看似相似 却始终无法融合 甚至相互之间呢 还存在一些排斥 韩丽这些年修为连连精进 由于主修功法和种种机缘造化 对于时间法则之力的感悟 也在前一末话中 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 时间法则作为三大至尊法则之一 是整个真仙界最为核心 也是最为基本的天地法则了 王晓了说 时间推移 关乎到一个人的生老病死 一物的生灭烈絮 王大了说 正是时间推动了整个真仙界 滚滚前行啊 冥冥之中 似乎有一双手 在按照某种规律 拨动着时间之轮 使其超脱于其他所有法则之外 永恒向前 感谢各位道友的收听 这一集的节目就到这 下期我们继续修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